各位兄姊妹平安 我是登英山牧师 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 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 祂为我们的罪刀成肉身 为我们的罪钉死 因为祂是神 有资格为我们死 祂从死里复活 证明祂是真神的儿子 真的能够把救恩赐给我们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 其他所有宗教是教你靠行为来到行善 靠行为来到得救 基督教告诉我们是因心称义 在这个迦太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 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一般经文的版面 你打开你的圣经 手上的圣经都是一段段打横牌 打直牌 一节一节牌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也希望和大家能够分享一个读经的方法 叫做经文分析排版 经文分析版面的排列的方法 是主给我恩典用了很多时间 把圣经重新排列之后 给你看见这本圣经 那个经文排列 排好之后是这样 这样看来 这样我们这生来犹太人的不是外邦的罪人 好下面十六节 迦太书二章十六节 我们知道 我们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应行律法 乃是应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应信基督称义 不应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应行律法称义 那如果你比较几下 这样的经文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把经文重新排列一下 那你看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清楚很多 这一节圣经 二章第十六节 单单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信耶稣就能蒙称义 不是因为行律法 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 乃是借着信靠耶稣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架上 只要你愿意信耶稣 你就能够得永生 如果你对这个经文版面的 这本圣经分析排版本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 透过电话的方式 透过在我们的网站 跟我们联系 愿神的话大大的赐福各位 愿我们真实对神的话 能够明白 那就是基督徒的 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到 研读神的话 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些朋友们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救主的 希望你能够在你人生道路里面 思考这位爱你的救主 如果简单的把基督教的信仰 很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 神真的很爱你 到一个地步 甚至将他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追丁死在十架上 只要你信他 你就白白诚意 希望你能够在人生当中 做这个决定 跟我们联系 愿神蒙神的 愿神大大的赐福您 好